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自從上星期影片提及過水晶為我帶來一些不好的經歷之後 大家都似乎非常有興趣 無論是留言也好,私信也好 都很想我快點去分享的經歷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一齊講故事 其實我沒有預計過大家對這個題目那麼有興趣 為什麼會無故提及水晶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觀眾朋友都會看完我的影片 問我身上帶的飾物資料 他們會問我好像不覺得你有帶水晶 你有沒有想著去帶,有沒有什麼推介等等 我自己就發現近年這個帶水晶的熱潮又趨回來了 想當初我自己第一次帶水晶的時候 大約是11、12年前左右 那時候我自己對水晶到現在也好 都是一些很皮毛的認識 我自己也不是充著這些功效而去買我第一條水晶的 那時候純粹是經常陪朋友 有些朋友是很著迷於帶水晶這件事 我就會陪他們去看一些店舖 那我就覺得其實都挺漂亮的 可以買一條我來搭配衣服 那樣的 那所以我就擁有了人生第一條水晶就是粉晶 那之後呢 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這條水晶呢 我不可以當是一個不好的經歷 我只可以覺得原來水晶是有這麼強大的效果 那故事就開始了 自從我買了這條粉晶然後頻繁帶著之後 我人生的異性緣呢 是達至了一個高峰的 但是呢 那些桃花或者是姻緣呢 全部都是非常之無緒 基本上呢 在那段時間我去一些朋友的聚會 然後遇到一些新認識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很久沒見的朋友也好 明明那一晚或者那一日我們交談是少過十句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是好像自己變成了一朵花一樣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蜜蜂圍著自己這樣飛呢 嗯 現在想起那個滿足感都挺大的 真的遇到的每一個異性都會表示對你有意思 然後去追求你 但是呢 其實是沒有認識的基礎 也都沒有來電的感覺 所以就突然發生了這些奇妙的事情了 那時候呢 我自己是覺得 同一時間是有不同的對象要去應付呢 我不是Size Man 我真的不是Size Man 是一個小小的困擾來的 特別是你沒有對任何一個對象 是有心動的感覺 但是他們不停地湧過來 之後我就覺得很害怕啊 我後來是想回的 那時候我是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後來沒有再大過 然後事情平淡回的時候呢 就想起那段時間 為什麼會這樣呢 正正就是因為這條粉晶 就開拓了我的帶水晶之路了 你可能會問我吧 既然有這麼多的桃花 然後有這麼多的異性緣 為什麼你會無緣無故再帶這條粉晶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到現在我也解決不了 就是每一次我帶水晶 它越帶就會越暗沉 你會看到本來有很漂亮的粉紅色 大下大下會變成很暗 很無光 然後會變成有一層灰色的感覺 在上面 很多人都會問的 是不是沒有淨化它 絕對有 對了 我是一個很聽話的小朋友 由一開始比較簡單的方法 曬月光 然後就說浸泡泡泉水 然後就有些碎的白晶的石仔 放在上面 到最後呢 我是用蒸軸都出動了 你想得出的方法呢 我也有淨化過我不同的水晶 但是呢 不要說功效不功效的問題 在外表呢 它們依然是越大越暗沉 總之就是一個揮之不去的灰暗感 是令到我每一條水晶到最後都沒有帶到的 然後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第二個經歷 就是關於一條紅紋石 剛剛第一個經歷呢 其實又不是說不好的 純粹是有太多意料之外 突發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令我無所適從的 但是呢 這次第二個經歷呢 就令到我從此不會再帶紅紋石 話說當年呢 我是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我跟她的感情就很好 然後就慢慢去到一個瓶頸位 那我跟朋友聊完天呢 他就提議我 不如你試試帶紅紋石吧 因為紅紋石是可以把你的愛情負能量吸走 然後令到你的愛情距回一個正軌 那我就覺得 可以試一下的 我們就一起去買了一條紅紋石 然後帶了一段日子之後呢 我就發現先不要提愛情的部分 我整個人的性格呢 是變得很急躁 然後心煩氣躁 之後很敏鎮 很多事情我都覺得 為什麼要整個人捱著捱著 然後很多負能量去發出來的 總之整個人就不是我平時的自己 然後就說回感情方面 當然啦 最後是分了手的 但是呢 分手是有分和平的分手 或者是不開心的分手 那我們就處於一個非常之不愉快地分手的一個階段 中間就是經歷了很多不同的吵架 然後很差 所有事情都 那你就會問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你感情差 所以令到你的心情不好 令到你的性格變得比較急躁 心煩氣躁 我都有這樣想過 但是呢 當我分手好一段日子 我都沒有脫掉那條蠔紋石 那純粹為什麼後來沒有帶呢 也是因為那個蠔紋石 是變得很雨色 對了 整件事呢 就會覺得為什麼不是我當初買 比較鮮艷那條水晶石 那我就沒有再帶之後呢 突然間 我是沒有任何新的感情 或者是新的關係 突然間一個人 越來越變得平靜了 就變回以前一個 比較像自己性格的我 或者我表達能力會不是特別好 那所以呢 可能你會聽下去 不是很明白 或者不是很感受到 但是想當時呢 是你會在沒有帶到水晶之後的短時間內 你整個人會變得平靜了很多 我覺得它那個影響是 真的挺明顯的 然後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第三個水晶經歷 就是關於一條月亮石 那我買月亮石呢 就不是因為什麼事故 或者因由的 純粹是覺得很美 對啦 白色的月亮石 然後有些紫色偏光 真的很喜歡 所以呢 我就買了 那時候我也有看過 關於月亮石的功效 其實就好像沒有什麼 純粹是整個人會令到你比較平穩 但是呢 我帶了它之後呢 人生一點都不平穩 首先它是沒有紅紋石 令到我個人很急躁 很煩躁 很悶躁 但是呢 它令到我的情緒波動 起伏好像過山車一樣 真是大悲大喜 你去形容那一段日子 我的心情 繼而呢 就是關於人緣和人事 我從小到大呢 都是有很多朋友的 很少會跟別人結怨 但是呢 自從帶了這個月亮石之後呢 有一把本身很close的朋友 突然間 變得 關係很不同 之後 就沒有了整班朋友 總之呢 就經歷了一段人生很灰暗很灰暗的時期 我就會覺得 究竟我做錯了些什麼 然後呢 為什麼我又沒有帶到這個月亮石呢 我不是因為覺得我帶了這條水晶而發生這麼多事的 其實我沒有帶這個水晶 也是因為它開始沒有那麼紫 偏光又是變了灰色 然後你會看到它本身通透的月亮石呢 變得很粗 然後變得很不美 然後呢 之後呢 事情又解決了 我是後來呢 所有事發生完之後呢 我才會叮一聲覺得 咦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當然 去到現在呢 我也是無從稽考這件事 大家當故事聽就好了 去到最後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第四條的水晶 就是一條摩根石了 戴摩根石的時候呢 都已經是近年的時間 那我已經和現在的男朋友在一起了 他也都知道我去買這條水晶 原因呢 就是這條水晶很漂亮 很多粉色的珠珠 有粉紅色啊 粉綠色啊 粉藍色啊 之後很喜歡這些 pastel的顏色 那我就買了來戴了 他也是我和我男朋友 經歷了一個非常低潮的時間 我們是差不多每隔半年 就會鬧一次分手 真的很神奇的 我告訴大家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去怪過任何水晶 但是呢 你事後去想回的時間呢 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呢 都是不謀而合的 就是在我帶這些不同的水晶的時間發生了 而當我沒有帶到他們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這些事情呢 就慢慢地解決了 那你就不得不迷信呢 就會發現其實我和水晶呢 可能是八字不夾啦 或者是帶了一些不適合自己的水晶 或者是我對水晶本身的認識不夠深 去誤解了 或者是錯誤地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整件事差和了都不頂的 那為什麼我之後沒有帶水晶 以及為什麼我會一直帶著這條紅色繩呢 就是我發現 其實我買這條繩呢 原因也是因為太漂亮而已 我覺得它的設計很簡約 所以我就買了它 它也是一條百多元的手繩 沒有任何特別 沒有那些什麼開光啊 有些什麼迷信 都在裡面沒有的 我發現戴了它之後 我的心情是非常之平和 也有可能是我的年紀越來越大 那個性格又開始變得沉穩了 我不否認有這些不同的因素在 我不可以只是歸功或者歸咎於一條手鏈的 但是呢 我越來越發覺這條的珍珠鏈呢 和我剛剛買回來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很不同的了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上面的珍珠 其實已經磨到大小不一了 甚至乎有一些已經磨蝕到 看到裡面的鐵了 但是自從帶了這條手繩之後呢 我就覺得自己的生活軌道很平穩 也有很多好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我就一直都不捨得去除它 直到現在 最近我發現它真的蝕得很膠關 就好像有些珍珠要消失的時候 我就想了很久 我究竟應該繼續帶這條手繩好嗎 還是買一條一模一樣的手繩去代替它好呢 那... 有沒有高人可以指點一下我這件事 我到現在都還未抉擇到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人生不同時期 關於水晶的一些小故事 大家當故事聽就好了 千萬不要執著不要迷信不要沉溺下去了 那... 其實如果有些人本身有帶開水晶 而水晶又為你帶來一個好的運程 或者一個好的人生的話 繼續帶下去了 如果你跟我一樣 但是水晶也是一些不好的經歷的話 可能是真的大家跟水晶的... 即是體質跟水晶本身不太合的 也都不需要執著下去的 那麼我們人生始終都會回到正軌的 只要人是正確的話 最終我們的人生都是正確的 正向吸引力法則來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如果想有更多的人生故事想聽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三天和星期日的週十二點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